中华聚棒明星对抗赛 7月29 30号将在台中洲际棒球场举办 今年的网路票选球迷反应热烈 累积总投票数突破700万 获得最多张票的是中信兄弟小可爱江坤宇 他成为新一代的中职人气王 阿坤的好人气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显现 江坤宇被球迷票选必须参加拳雷打大赛 不过他本来就不是重炮型选手 而且本季在中华职棒还没有敲出拳雷打过 小可爱本人很有自知之明 他说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都很有机会夺冠 今年明星赛是由明星队对决代表参加11月日本亚冠赛的中华队 台湾巨炮陈金峰首度执掌国家队总教练冰服 现在明星赛试水温另外同一师的总教练林岳平则是负责率领明星队 过去两个人在场上投打对决这回在明星赛斗志 风哥的执教策略非常简单 球来就打吗 不打要找办 对对对对 除了有精彩的中华队明星队对抗 终止明星赛还会有啦啦队女孩们的趣味活动 以及艺人竭力开唱 要带给球迷最盛大的棒球嘉年华 华视新闻陈一文林准佩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